还迟到恐吓 台中清水29号晚上6点多 一名干系男子看到了路口耗制灯 便停车下来 没有想到遭到后方的流性驾驶追撞 这名流性驾驶一下车就手持西瓜刀 干系男子见状 赶紧躲到一旁向警方报案 警方到场花了20分钟时间安抚对方的情绪 但是迟到下车的行为已经涉及恐吓 全案依照恐吓最嫌 将这名流性驾驶逮捕一送 迟资路口的耗制灯由黄灯转成红灯 已让轿车缓缓停了下来 但后方的车辆刹不住直接追撞 两辆车一路滑行到路中央 车祸现场遭追撞的白色轿车车尾 整个撞烂横停在十字路口 追撞这辆车的车车 则是撞上前方的分隔倒停下 我看了黄灯那里 我就讲到它动动 动来到中线 动来到一条线 从那里面就一条线都没动 29号晚上6点多 台中清水发生追撞的车祸意外 但是让被追撞的干系驾驶 更惊恐的是追撞他的人 一下车就拿着西瓜刀 警方到场为了让这名迟到的流性驾驶 冷静下来好说歹说 花了20分钟安抚他的情绪 流性驾驶这才乖乖放下西瓜刀 流性驾驶持刀的行为涉及恐吓 最显被移送法办 警方也呼吁民众发生交通事故 要先缓和自己的情绪 并且在车辆后方放置警示牌 等到警方到场 以策安全 每人进入台中做客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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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